彰化靜思堂一早就像辦喜事一樣熱鬧 志工歡喜迎接 上人到來 資深的慈濟志工吳維雄還毅力欽 多年來建议許多實業家進入慈濟 這一次有八位實業家 參加靜思生活營之後加入培訓 過去如果要進去這次麥克風 我講不出來 人家會去上人家前 在靜思營回來 我每天聽 上人在講的不滿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轉勢 轉勢為止 李坤熙說他今年才九歲 還年輕 要把握時間付出 因為有很深的感動 所以當下他們就有好多位說 要參加培訓 彰化資深慈濟人李阿莉的公公 在三天前往生 他創立中美製藥 上人肯定他為社會的貢獻 因為建立這個中美妖廠的社會 真的要這麼生氣 這家人 三代人都安靜到你 上人說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則 最重要的是要做利益人群的事 慧命長存 大海新聞 張力軍 郭忌宗 張華報導 我們下人的視訊 設計 爭 大海 爭 爭 爭